婚姻不是手段 生活才是目的 但你们都把婚姻当成了手段 我为什么说你把婚姻当成手段 是因为你想用婚姻来安排自己 想尽快结婚 正好碰上一个长得还算不错的 就把自己安排了 这是你把婚姻当成手段的一种使用方式 但是对于男生而言 他把婚姻当成手段 是想用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前女友虽然把自己踹了 但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家世好一点的 又想长得比较漂亮一点的 来证明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借女方的经济实力来帮助自己创业 对吧 对初是有 所以说你们俩都把婚姻当成了手段 但生活才是目的 你明明知道其实在一开始 你们就不适合 但你为了迅速地把自己快速地嫁出去 你还是选择跟他结婚 你可能觉得生了孩子之后 把孩子也当成一种手段 能够挽回一个男人的心 让他把心停靠在家里 但事实上你是错的 我为什么说你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男人 我觉得男生太虚伪 你别看他上台之后特别的礼貌 你别看他在跟你的描述过程当中 数次的都说我好像想负责任 我特别想要孩子 我会独自把他带大 我认为这都是虚伪 这不可能 你说这些话 你自己内心都不相信 为什么 你说了多少次分手 离婚 你说了四五次不下 孩子刚刚生下来 才一个星期 所有的男人都还沉浸 在做父亲的愉悦当中 你既然选择了离开 你也舍得 而且简简单单的 这么一段婚姻 拥有了孩子 拥有了家庭之后 你居然不断地在社交网站上 跟别的女生 或者跟前女友撕扯不断 你说你想要这个家吗 你根本不想要这个家 包括像刚才女生所说的 今天早上你都还在说 如果不离婚 我就不给你孩子抚养费 那是你的孩子 你们俩的孩子 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说你扪心自问 你想要这个家吗 你不想要这个家 你也不爱这个孩子 你爱吗 我爱 你爱 那为什么在他生下来 才一个星期 你就会离开呢 我要去赚钱 即便赚钱重要 你也不过于 迫于在孩子当生下来的 一个星期吧 才一个星期 你还没有看够他 我是没有看够 所以说其实你扪心自问 你并不爱孩子 你心里是多么的厌弃 这段婚姻 多么后悔这段婚姻 你自己心里也非常兴趣 在一个女人 为你生了孩子以后 我才八个月 在哺乳期间提出离婚 你说你是一个 什么善良的男人 你是有多爱这个家 有多爱孩子 我根本不信 刚才主持人让女生说 给三个理由 告诉我 你想要留下这段婚姻 可能其中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非冲动的情况下 对我还算是不错的 但这三个原因 听起来都那么苍白无力 这不像是 对一个丈夫的要求 这只是对于一个 同伴的要求而已 这种标准太低了 而对于男生来说 他离婚的首当 其要的目的 居然还是 所谓的骗 所谓的谎言 所以我说 这个男人的心 根本不在家里 也不在这个婚姻上 他非常后悔 有这段婚姻 今天不离 迟早 他也会离 就像你所说的 他始终觉得 是你阻碍了 他将来的发展道路 但将来更会说 是你跟孩子 拖累了 一个能够说出 这样的话的男人 还谈什么很爱孩子呢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 真正的把生活当成目的 把幸福当成是目的 我希望你说实话 待会儿 就这样 男生有一个观点 大概是对的 人类社会学排序当中 被排在第一 紧密关系的 是家庭 是夫妻关系 但是您不能说 你认为这是对的 你不那么做呀 如果你们还愿意尝试 我建议你们 再尝试一下 问几个问题 供你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 在现有的收入条件下 如何安排 这个孩子最好 我的这个最好 有一个前置条件 是我们俩 不管分孩子不分 都对这个孩子最有利 的一种方式 你们挑一种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后面那些压力 你会发现 还真有可能被解决掉 你们想去吧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我们不在你的环境里 我真的没有办法 去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现在 先把第一个问题想好 孩子的问题 想完这个问题 你们再说婚姻的问题 因人而解 随你们怎么样 其实还有一点 我没有告诉他 一直没告诉他 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都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到现在 一直没有要这个孩子 因为在15年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在我这边找我 借了十万块钱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借钱给别人 非常急的一个事 然后我是 从我自己的一个信用卡 刷了十万块钱给他 比较到现在他也没还上 在这两年当中 一直是我在还这个 十万块钱 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压力 你们都结婚四年了 这等于在婚内 你转移财产啊兄弟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算是吗 这样 那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 你结婚四年吗 什么事 当时我那个朋友 他小孩得了白血病 当时我为了 郑重起见 我到医院去看望了 他的小孩 确实是这个事 然后 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我觉得有些事 什么时候都跟女人商量 还是男人吗 十万块钱呢 现在还完了吗 现在还到 差不多还欠一万多了吧 行 你愿意把这一万多 给他补上 然后生孩子吗 这么说 咱就抵着他嘛 对吧 那是十万块钱的事啊 不是 还差一万块钱了吗 一万块钱还完了 那我们生孩子 还需要钱 怎么办呢 我可以赚呢 其实这两年 你说这人 你说这人是不是太自私了 其实这两年 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 因为就是一个房贷 车贷 还有我这个朋友 这个十万块钱 一直没给他讲 一直是我这两年 在努力赚钱 把这个钱慢慢慢慢的 还 他还有能力还吗 他 他估计是没有能力还的 因为在两个人 你说 主持人 你说这男人也太那个 太那个什么了吧 所以我就觉得 本身我们经济条件 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当时 这事不就发生了吗 我们当时我们开婚禁公司 都还找朋友借了点钱 然后现在钱是还还完了 但是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每个月的支出 是相当大的 因为他就除了这个家的话 他那边还要 每个月还要负担钱 然后他又说 经济压力大的话 他说不想生孩子 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自己有孩子 所以才这样 根本就绕回去 我问你啊 你愿不愿意把那个 他不是还有一万块钱吗 你就不在乎了 就为你还生 还生不生 我肯定会要生啊 那就没问题了 反正你 那什么时候呢 那你问他呀 问题是我们现在 经济条件上面的话 他这样子做的话 就更加的压力大呀 没有钱 然后这些各种方面的话 他还这样去帮朋友 除了这个娃之外 你们俩过得咋样 还好啊 一般 咋着有啥打算 这娃如果不生的话会怎样啊 现在家里面都催 关键是你自己咋想啊 你说实话 你想不想生吗 我想 那你给句产块话 你什么时候要吗 我觉得起码是把我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房贷呀 车贷呀 那些玩意儿 房贷车贷还完 那我得多大了 我不是说全部还完以后 我说等我们起码有一点存款以后 我不知道他说的存款是多少 起码也得个五万块钱吧 婚庆公司不想开了是吧 不想开 还是开吧 不开更没钱了 跟你说 婚庆公司现在做的话就是 就不只是钱的问题 特别累 像我们同行里面有很多就是那种 因为身体上面调理不好 因为老是要熬夜啊 然后做这些事情 然后身体不好 然后就很多那种 到这个年龄 然后就很难还上这种情况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法就是 我想缓一缓 我想把这个脚步放慢一下 然后虽然他压力大一点 但是我想也不至于 我问一句 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因为也谈了三四年嘛 然后才结的婚嘛 实际有七八年的情感对吧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共同规划过未来吗 你跟他聊过说 我想要一个娃吗 说过 他当时怎么说呢 他想要女孩 什么时候要呢 说了吗 没说 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生妈这件事 变得这么颇切了 可能现在我就担心 年纪大生孩子会有危险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